今次這首歌《智慧的程序》 其實就是我今年的第二部曲 連著《離別的規矩》接著下來的一個故事 順序線未必是《離別的規矩》 完結之後就是《智慧的程序》那條時間線 可能是發生了很多年後的那個男生在身上 但其實他的那種記憶還深藏著 在他的身體裡面 所以今次這個MV裡面 你就會看到出現了很多《離別的規矩》的時候 那些出現過的物品 例如有龍蝦 滅火筒 接著有些劇奏帶 我自己覺得今次《智慧的程序》這個MV 就蠻好玩和蠻有趣的 因為有很多有趣的元素在裡面 就好像跳進去的仙境 有些精靈出現 有三個精靈 有一個藝技出現了 在這個MV裡面 所以我自己蠻喜歡一些 古靈精怪的 有趣的一些故事 所以我自己很享受這次拍這個MV 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就是我沒得做他們 我很願意做那些精靈 就是跳來跳去 那我就會超級多的能量 但是現在我經常都保持著 一個不開心一點的情緒 然後發現到一些奇怪的東西 那種好奇心 但是又沒有特別開心那種 所以今次這個角色 我就不是特別難做的 只要如果你保持到一個 調整的話其實是OK的 今天主要是戶外拍攝 全部場地都是 那打風下雨是一定會有影響的 那我們有一些 前後的調整 那本身按照片的話 現在應該已經完了 但是現在 還有一個checkpoint 是未去到拍的 那要去到 早上8點才可以拍到的 剛才就在隧道那裡 拍了一個雪景的 那雪景之前在12的MV那裡 已經玩過的 那所以 我也見識過那個美的 那所以我今次一說說 就算弄髒的頭 我也想繼續保持這個噴雪的原因 就是因為在畫面上 一定會呈現到美的 那但是呢 美的背後 就有很多 就是你看到很美的 但是其實我要閉氣 然後它會吹入眼球 吹入鼻孔 就是這些 大家不會覺得 原來是這樣的 但是 如果畫面美的 那就OK了 我覺得 其實 有很多的場景都很難忘的 就是第一次看到 哇 我到了原來有三個小精靈 那一下 就是我 導演 之前沒有跟我說 這個MV 有什麼特別的角色 就是造型會是怎樣 即甚至有 它也沒有特別去給我一些造型 那是去到現場 真的才看到他們的造型 哇 挺有趣的 帶著鹿角 然後就 真的好像跳進去 Alice in the Wonderland 那個Wonderland 那我是挺驚喜的 即使去到剛才 我在天橋 即使很累也好 看到一個藝妓的時候 其實都很開心 因為我沒見過藝妓的 其實我人生以來 所以看到它在我面前 好像 令到我的故事 又豐富一點 又有趣一點 那整件事就 酷 上一首歌來給你一些規矩 就有一些凍蕭 的亞洲樂器 那這次這首歌裡面 都會有一種亞洲樂器出現 那是什麼呢 我就不揭穿了 但是在一個 一彈下去 就感覺到這首歌的 那種樂器 Cross 3裡面 它吻含了很多圖片 在裡面 也有我第三首歌的線索 在Cross 3裡面 那大家如果想知道 想猜一下 我首歌 第三首歌會是什麼畫面 就可以留意Cross 3